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教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波特莱尔的重要散文师经典作品 巴黎的优语 新语出版公司刚刚出了新的中文翻译本 所以大家可以很容易的 在实体书店或者是网络试店上面 可以找到这本书 波特莱尔他的重要的地位 是建立在他的诗集二字花上面 二字花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都市写作的可能性 包括为什么叫做二字花 也就是要把过去大家认为都市当中的种种 丑恶 邪恶 罪恶 却要能够写出其中有一种美学 或者是其中有一种只属于都市的居住者的特殊的感官 刺激跟感受 那样的一种全新的感动 只有透过波特莱尔这样一位敏感的诗人 从他灵魂的深处找到了词句 才让这件事情能够建立 但是一旦他开启了这个空间之后 就在西方诗的这个传统上面 离开了原来就有的古典诗 浪漫主义的诗 而有了现代诗的出现 所以现代诗的根本的精神 是离不开波特莱尔的 而波特莱尔 早在写完了二字花之后 他又开启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写作的实验 他从Bertrand那里拿来了散文诗的 这样一个形式跟概念 意味着诗其实不是靠着分行 不是靠着韵律来决定的 诗其实是靠着文章文字里面 内在饱满的诗意来决定 它是诗或者不是诗 所以换句话说 不分行用表面上看起来的散文 文的形式来写 我们仍然能够写出诗来 所以巴黎的忧郁这本书跟二字花 虽然一本是散文 一本是诗 可是在波特莱尔创作上面 它必然有内在精神非常明确贯穿之处 例如说在巴黎的忧郁里面 有一篇散文诗 恶劣的玻璃讲 其实我一向就认为 这一篇文章最容易可以显现出 二字花 包括书名 诗集的书名 所要展现出来的特殊的sentiment 所以我们也许就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跟大家念一下 介绍一下这一篇散文诗 散文诗开头的时候 波特莱尔说 某些人拥有诚实者的性格 完全不适合付诸行动 然而某些时候 在某种未知的神秘力量驱使下 这样的人却能敏捷地迅速行动 连他们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 有这样一种人 因为害怕门房 可能是要来令他痛心的消息 于是像诺夫斯的 在家门外徘徊 整整一个钟头不敢进门 而另一种人 则把一封信拿在手上 足足半个月也不猜阅 或者一年前就该找手的工作 却得拖上六个月 才不得不动工 接着感觉自己急切地投身于 某种鲁莽行为 仿佛快剑出工 味道人士和医生自以为什么都懂 却无法解释这股疯狂的力量 是如何从有手好简单于肉感的天性里 远远涌出 而一个连最简单最基本的事情都无法完成的人 在某些特定的时刻 竟有余勇去干一些最荒唐 甚至常常是最危险的勾当 在这一段文字里面 其实他就点出了 一直在一百多年之后 我们都可以忠心的呼应的一种 人的生活里面异常性 可是这种异常性放在都市的环境里面 却又经常发生 也就意味着了人的个性内在的深刻的矛盾 有一些事情 我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出力量来做 我们会一直拖着一直拖着 可是会又在很多奇怪的神奇的时刻 有一些根本不需要我们做的 或者是根本不应该我们去做的事情 却会瞬间燃起我们的热情 燃起我们的动能 让我们像是着魔了一样 魂不顾身的加入去做 他接下来就这样子再描述 他说 我有一位朋友 可说是世上最无害的梦想家 某一天 他在森林里放火 他说自己只是为了看看火势扩散的速度 是否如人们所说的那么快 连续十次 他都没有成功 第十一次终于成功了 可是成功的有点过了头 他没有任何的理由 要去森林放火 可是不止他去了 而且他竟然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尝试 不愿意放弃 这种obsession 这样的一种执念跟执迷 从哪里来的 让我们惊讶 也让我们好奇 接下来描述另外一位 他说另外一位 则在火药桶旁边点了一根烟 也是只为了看看 为了体验 为了碰碰运气 为了逼自己证实自己有足够的勇气 读得起这一局 为了体会焦虑带来的愉悦 为了一时突发奇想 或者只不过是无所事事罢了 这种力量源自百无聊赖和白日幻梦 至于那些表现出乎意料的人 就像我说过的 是最懒散 最爱响入飞飞的造物了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 它都没有写都市 可是 其实就是因为都市的环境 才产生了 人可以在彻底懒散的环境当中 突然发现 有一种他完全无法抗拒的诱惑 文章接下来说 还有一位性情胆怯的人凶 每当有人看着他 他必得低垂眼帘 好集中全副的意志力 走进一间咖啡馆 或者路过戏院的售票所 那里的售票员对他来说 似乎同时具备了 希腊神话当中的 国王英雄武士 那样名副三叛官的 灵灵的威风 但是这样一个 跟人那么怕人 没有办法跟人 发生正常的眼神互动 这样一个怯懦的一个人 却有可能会突然 搂住一位经过他身边的 老人的脖子 当着错愕的众人面前 热情地拥抱他 究竟是为了什么 因为这张特别的脸 不可抗拒地吸引住他 也许吧 但是更合乎情侣的假设 就连他自己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面再点出了 现代生活的另外一个 特色跟特性 我们对自己到底是谁 什么时候我们会做什么事 我们其实是没有控制的 我们变成了一个 被投放在这个 永远不确定的刺激当中的 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我们不知道自己身体里面 到底累积了些什么 因此我们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 他会累积了的这些情绪 跟所有的动能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爆发出来 所以接下来 他用第一人称描述 他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 这就使得这个文章 更加的迫切 因为他不是在讲别人 前面都在讲 这个朋友 那个朋友 现在他在讲他自己 他还有一种告白的方式 来把这个主题继续往下推 他说 我曾经不止一次 成为这种危机与冲动的牺牲品 这让我们有充分理由 相信恶意的魔鬼 溜进我们的体内 迫使我们在不自知的情况下 睡醒他最荒唐的意志 有一天早上 我闷闷不乐的醒来 郁郁寡欢 无所事事而且闲得花晃 总觉得似乎应该做出一件惊人的事情 于是我打开了窗户 这本来是再简单再平凡不过的一个动作 住在都市里面早晨起来 把窗户打开 但是这里他有一段挂号 写在挂号里 他说 我请求您也就是读者注意 某些现任于恶作剧的冲动 并非出于谨慎计划的结果 而是来自一种偶然的灵感 而且和某种激情的冲动密切相关 医生通常将这种古怪的幽默感 称之为歇实底立 而那些比医生想得更远的人 则宣称他们是撒旦的杰作 无可抵挡 促使我们做出各式各样的不当行径 这个挂号是一个预言 或者是一个预告 告诉我们说 接下来他描述 他打开了窗子之后 什么东西诱惑了他 让他做出像是撒旦 进入到他的身体里面 刺激他 驱使他 操纵他 所去做出来的不当行径 打开窗子之后 我在街上见到的第一个人 是个玻璃匠 他那刺耳的噪音 穿过巴黎凝滞肮脏的空气 直传到耳朵里 要我说出个所以然来 是不可能的 突然之间 我竟然对这个可怜的人 伸出一股跋扈砖痕的仇恨之心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的是卖玻璃 修玻璃 修玻璃窗的人 这在那个时代 他们是要把玻璃背在背上 用这种方法 在大街桥巷里面走 然后他们要叫喊着 这样的话 如果家里的玻璃窗坏掉的人 才能够把他们叫上去 让他们去修玻璃 所以布特莱尔他就继续说 嘿嘿 我喊他上楼 同时我不无快位的 想起我的房间在七楼 你们如果去过巴黎知道 那种顶楼 必须要经过非常非常狭小的楼梯 一直不断的往上爬 爬那个好像永远不会到头的楼梯 才能够到达顶楼 而且呢 梯街相当的狭窄 此人爬上楼时 肯定会左右为难 他背上的易碎商品 也会一路磕磕蹦蹦 光是这件事情 已经是恶意 而恶意带来给他一种 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 想象的乐趣 但这个恶意 不仅止于是如此 赞文师还要给我们一个 更惊人的一个结尾 休息会儿 后来再继续告诉大家 健康检查报告我红色一堆耶 像你爱喝饮料及喝酒 又爱高热量的炸物跟海鲜 难怪有三高 身体代谢差会影响肾功能 尿酸过高 还会产生高尿酸血症 造成痛风呢 难怪营养师都说 要少糖 少油炸 少肉 高鲜 饮酒适量 嗯 为了健康 我们带凭水去运动吧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即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听见台北的声音 住在FM93.1 AM1134 大家好 我是黄春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感谢您注意收听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是巴黎的忧语 这是波特莱尔最重要的经典散文诗 波特莱尔他以描写巴黎的都市字恶 以及这个恶当中所迸发出来的 我们过去无法想象的各种不同的情绪 而闻名 这个是他在文学史上面最重要的贡献 以及关键的地位 他的诗集叫做二字化 就充分显现出来这样一种 来自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新的表达可能性 在巴黎的忧郁里面 有一部分的忧郁 也跟都会所产生的让人不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 不再能够理解自己的情绪 甚至很多时候会做一些自己都无法控制的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是忧郁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所以我们跟大家介绍 收在这本书里面其中的一篇散文诗 叫做恶劣的玻璃匠 恶劣的玻璃匠 在文章里面 他把打开的窗子 把路上街上正经过街上的这个玻璃匠 叫到楼上来 玻璃匠必须要背着背上的玻璃 然后走那个非常非常狭窄的楼梯 狭窄到他不可能完全避免 背上背的玻璃碰到墙壁 必须要这样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恐慌跟疑惑 跟麻烦才能够到达布特莱尔所在的顶楼 但是他毕竟到了 所以散文诗接着说 我仔细查看他所有的玻璃窗 就对他说 怎么回事 你没有彩色玻璃 没有粉红玻璃 红色玻璃 蓝色玻璃 没有神奇魔幻的玻璃 没有乐园先进的玻璃 你这无耻的傻瓜 你竟敢在这个贫穷的街区四处闲逛 却不提供那种让人生看起来美好一点的玻璃 这其实当然是故意找茬 看了人家背上来的玻璃 然后就说 为什么你没有彩色玻璃 你没有彩色玻璃 我不要了 所以我用力的把它推到楼梯口 他颠颠直直的嘴上嘟弄 当然嘛 很不满 好不容易爬到了顶楼 没有想到这个客人 无理取闹 说你没有彩色玻璃 那我不要了 跟我无关 叫你走 再下来 我走到阳台 抓起一只小花旁 当此人现身门廊的时候 我让这迷你炸弹 直直的坠落 不偏不已扎中他背上货物的后援 结果他跌倒了 在他自己的背脊下 那些可怜的流动财富 全碎成的片片 那壮丽清脆的巨响 犹如一座水晶宫 被爆雷击中 劈得粉碎 我陶醉于自己的疯狂里 愤怒地朝他大吼 大吼呢 当然用的是法语 吼的是 Laviambo Laviambo 意思是 生活如此的美好 生活如此的美好 掌握师结束在 这样一小段的结语里 他说 这类疯狂的玩笑 并非全无风险 人们常常可能得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但是对于一个在一秒之中 发觉到无限乐趣的人来说 这项永恒的谴责又算什么呢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衅 也就是 波特莱尔的根本的精神 我们如何看待 这个散文室里面所描述的事情 这样一种纯然的恶意 这个玻璃酱跟他完全无怨无仇 又完全不认识 可是他就会在都市生活的那样的一个瞬间 打开玻璃窗 突然想到了这样的一个二座剧 然后在睡醒完自己的二座剧 用这个花瓶 把这个玻璃酱的玻璃都给砸碎了之后 很内在感受到那种无限的乐趣 那个无限的乐趣对他重要到什么程度 他不是没有完全没有思考到 可能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但是相较于瞬间刹那 他所得到的这种乐趣 那个不管任何的代价 都无法相提并论 这个代价其实本来应该 一定要有的是一种愧疚感 你凭什么这样戏弄一个 在大街小巷里面 努力的想要追求自己的 一点点的生存可能性 赚一点钱的这个玻璃酱 可是这样的一种恶作剧 所产生的那样激烈的情感 这就是恶字化 它是来自于恶 但是它很神奇的 就给了我们一种 喊着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的一种诱惑 人在都会里面 我们不得不 一而再再而三地 面对这样的一种诱惑 把这个诱惑 用这种文学的形式写下来 这是只有波特莱尔办得到的 在巴黎的忧郁的散文诗里面 当然不完全是这种小故事 另外有一部分 那是他对于生活的象征想象 那是他的白日梦 可是这白日梦 有着更巨大的集体的意义 例如说另外一篇散文诗 是这样说的 一片辽阔的黑色穷空 笼罩着尘土飞扬的广阔平原 四下无路 寸草不生 放眼望去 看不见一株草 或一片寻麻 我遇见了一群 弯着腰向前行走的人们 这不是写实的 这里是象征 像梦境一样 在一片广阔的平原当中 荒凉的平原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随着这个文字 去看到 印象当中 想象当中 有一群弯着要向前行走的人们 这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 他们每一个人背上都背了一头巨兽 沉重如一袋面粉 一袋煤炭 或一袋罗马步兵的装备行囊 可是 这可怕的怪兽 并不是一件将死的重弹 相反的 他以那富有弹性的强壮的肌肉 紧紧揉压着人 两只巨大的脚爪紧枯着 他的坐骑的胸膛 他那神秘的庞大头颅 昂利于人的头顶 就像古时武士们为威吓敌人而戴在头上的 吓人的战魁 所以这是一群人 可是这一群人 他们像是一对马一样 因为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骑着一头怪兽 而且是活着的怪兽 这是一对非常非常奇特奇幻的行列 所以他就说 我向其中一个人发问 问他们在这种情况底下 要走向何方 他回答我 他自己也一无所知 不仅仅他 这一整队的其他人都不知道 但显然 他们确实朝某一处走去 因为他们全被一种 无法抵御的行走的欲望所驱策 有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值得我们注意 在这些徒步的旅人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 对于垂掉在自己的脖子上 趴腹在自己背上的恶受 有困扰的感受 甚至就像他们早已把怪兽 看成自己的一部分 所有疲惫严肃的面容 未曾流露出一丝绝望的神情 在阴郁的苍穹下 大地和天色显得同样的荒凉 他们的脚步陷入到尘土 他们浪畅的前行 面露注定要永远怀抱希望 那种听天由命的神色 一整列的队伍 经过我的身边 其中的身影迅速地没入 朦胧的地平线 消失在地球的圆弧表面上 顿离了众人好奇的目光 好一段时间 我对于猜解各种奥秘 相当的痴迷 然而不可抗拒的冷漠 训捷控制了我 于是我便显得 比那些背着怪兽的人们 更加疲惫了 这当然是一个metaverse 这是一个象征 这是一个比喻 象征比喻 最简单的一个解读的方法 那就是现代人 什么叫做现代人 什么叫做现代的都会人 有时候我们用这种方式 从文学作品里面 只要稍微连结 我们会在背脊上面 发出冷汗来 布勒拉尔就在告诉我们 活在都会的这种空间里 每一个人不就像是 你唯有的是你知道 你必须要到一个目的地去 可是你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 你活着是为什么 你接下来要走到哪里 你其实是没有办法掌握的 你不知道你自己 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 就像是你的背上 背了一个巨兽 这个巨兽在支持你 然而更糟糕的 或者是更悲哀的是 我们被这样的一个巨兽 控制已经习惯 已经久到 我们没有办法意识察觉 怪兽的存在 并不表示怪兽不控制我们 而是我们把怪兽 都当作是自己 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散文室里面 有一句悲哀的一句话 就说这些人 所有疲惫严肃的面容 未曾流露出一丝绝望的神情 意味着不绝望 反而比绝望更可怕 因为如果绝望表示说 你还意识到 你的生命被控制了 但是最悲惨的是 我们连被控制了的这件事情 我们都无法察觉 或拒绝察觉 以至于我们不会绝望 不绝望 你就一直不断的依照 这种被控制的情况底下 继续过下去 但是就算是知道了 或者是发觉了这种 现代生活的本意跟本性 最麻烦的是 我们也只能够无奈 所以在散文师的最后 他就说 好一段时间 我对于拆解各种的奥秘 相当的执迷 想要把这件事情给搞清楚 为什么人 怎么会我们活到变成这样 变成每一个人 我们身上都有一只怪兽 在支持我们 强迫我们背着他们 但是到后来你会发现 这是无法解释 因为无法解释 更加无法解决 所以认清楚了这件事情 看到了现在生活的 这种本意跟本质的人 只会使得你 比那些就这样懵懵懂懂 被控制活着的人 更加的疲惫 更加的难以接受你的生活 这是非常悲观的文章 这悲观的文章里面 显现出来 波特莱尔对于巴黎 当时的巴黎 以及巴黎所代表的都市的人生 有着非常非常深刻的反省 各种不同的跟都市有关的文学的表达 其极放在波特莱尔的这本经典散文史里 书名叫做巴黎的忧郁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